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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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剪毛 摇身一变就可以当成高档明镜卖掉 300元买的病狗回去转手就可以赚几千元 在我这个狗里拿回去卖 放在这里 万一哪个人 你进墓园 你进墓园呢 来一条 好的 如果说跟我玩高档的话 一千多 再玩高档要出生证的话 我再带个赠给他 两千多 我要卖掉 记者了解到为了节省成本 这里的宠物贩子也不会按照传染病防治法 对宠物进行检验 检疫 他们最在意的是将生病的动物尽快脱手 就像鸡骨传花一样 将风险转给下一家 什么风险 就是它一个礼拜 也不然人家一个礼拜不得全文洗脚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的风险 风险和日子是并存的 我卖800 其实我卖的什么 我就卖的就等于它吃一条 我再赔一条 江苏如高的这个宠物交易市场 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这么多未经检验检疫的小动物 是从哪里来的 饲养繁殖这些小动物的地方 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由于江苏如高市夏园镇 背靠一个地下宠物交易黑市 周边地区的地下猫狗养殖场 几乎成了这些村庄的主业 村民表示 如果给小动物喂得好了 就得亏本 在家饲养猫狗拿出去贩卖的村民告诉记者 为了省钱 他们从不给猫狗打疫苗 又猫又狗满月就卖 只要能挨过贩卖的日子 能赚到钱就行 至于检验检疫 那更是从来都没有的事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如高市夏园镇宠物交易市场 建于1987年 至今已经有32年的历史 起初这个市场还有检查检疫 但是这几年市场的监管就不见了踪影 那么这个地下宠物交易黑市中 市场监管和疾控防疫等问题 究竟该由谁来负责呢 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首先来到了如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夏园分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贩卖猫狗属于个人行为 不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管辖范围 小集市 农村的集市 而且都是农民自展自销的 它这个东西 它就不需要营业制造的 没有这个经营主持 有经营主持我们去监管了 因为它那个不符合办市场的调性来 没有经营主持 就是它没有营业制造 没有经营资格了 如果是它是一个市场 我们就要鬼放了 记者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每个周五这个贩卖猫狗的黑市 都会有近千只猫狗的交易量 已经有适时存在的市场 为什么不能将它进行合法合规的监管呢 这位局长始终强调 这个市场没有营业执照和经营主体 市场监管部门无法实施监管 这所谓农委兽医站 如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下园分局副局长吴志坚告诉记者 市场不归他们监管 至于交易买卖 这是农委畜牧兽医站管的事 于是记者来到了如高市下园镇 农委畜牧兽医站 当得知记者是了解地下宠物黑市的时候 这位工作人员很直接地回答了我们 如高市下园镇农委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表示 那里的的确确是一个非法市场 至于谁来管理 谁来防疫 他也说不清 现在人家不愿意去解决 狗毛都不愿意去 问知了你妈妈 不知道 至少有五年纸上的那儿都不愿意去 没有人去办理解决 不好解决 等兽医站里面也不会去查 没什么事 这个东西 没什么事 去农牧兽医站 有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人家执照 或者什么东西 那查了肯定是要出发的 不怕 不怕限制没什么时间 只能完蛋 但夏园镇农委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的说法 却和村民反映的情况有些出入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这个非法宠物交易黑市存在数十年 每当他们进行交易时 都有人来收取市场管理费 卖狗的话 它可能是以调数的吧 一调几块钱嘛 两块钱还是多少 没多少钱 随便 十块钱 你看量嘛 如果量多的话 你可以多给一点 量少量少给一点 都无所谓 村民们告诉记者 其实一些养殖户 也希望有一个正规的市场 有防疫 有监管 至少让别人买回去的小动物 是市场安全的 这样市场和宠物的生意 还能长久下去 除了营业执照最重要的就是动物防疫条件和合格证 作为一个正规的养殖场 这是一个必备条件 没有就不属于规范的养殖场 这个动物防疫条件和合格证的审批 主要在当地农委 但是在如高市行政审批局农委办公窗口 两位工作人员都表示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来咨询给猫狗养殖场办证 农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猫和狗的养殖都不在当地 续勤养殖管理的动物种类中 可以参照2018年印发的 如高市续勤养殖行业项目准入审批办法来进行办理 需要项目联合预审 土地流转 营业执照 立项备案 还评 审批 防疫 项目用地备案 等八个环节 正规途径几乎无法办理合格的手续 村民们告诉记者 尽管这里是黑市交易 但如果记者非要健康证明 只要记者花点钱 不管你买到的猫狗是否有病 都能够立即给你办一张宠物健康免疫症 主要是带牌子 主要是带牌子 主要是今年吧 其实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主要是要带牌子 主要是2019年 2018年年底打过 打过一直 那样的话比较好一点 要有个 算一下 算一下时间 要有时间间隔 这个东西 说白了 可能80%都不差 只要有10%都差了 你就麻烦 初生日期的写 2018年写 初 2018年初 初生日月份 下面我们来联系 央广评论员白宇 白老师您好 路程您好 对于这样的乱象 该如何治理 还有就是 为什么没有人管呢 刚才的片子当中 其实我们觉得 好像每一个环节里面 都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问题 以至于这样的乱象 不知道应该从哪下手 去改变它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么不妨来梳理一下 那刚才在片子当中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 片子当中 告诉我们的 两个关键的环节 一个就是供给这一端的 最初的养殖的环节 另外的一个 就是市场销售的环节 但是在片子以外 我们还能够接触到 另外的两个环节 那就是宠物的流通环节 以及到了家庭当中的 这种饲养的环节 那么先来说前两个 刚才好像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市场 好像也没有法人代表 什么都没有 该归谁管 那根据我国的 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那么不管是公民 法人 还是其他的一些组织 那么如果是 你应当来申请执照 但是你却没有 就擅自来进行 经营行为的话 那么它的行政管理部门 是要对它进行 依法的管理 或者是取缔 或者是制止的 那么我想 当地的市场管理部门说 好像不知道怎么管 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 那么另外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在当地似乎饲养这种猫狗的宠物 已经成为当地村镇的一个产业 甚至是老百姓的家庭当中的 一个支柱性的产业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立法的工作 在当地的一些管理的办法 具体的细化 是不是还有完善和细化的空间 那么这样的细化 其实当地老百姓也跟我们讲了 说你看 我们也希望 这市场能够规范起来 生意能做得更好吗 那我想法律的完善 法规的完善 既是对于这些违法经营者的一种打击 同时也是对于合法经营者的 一个健康之路的一个规划 以及对他们的保护 那么这是在供给一端 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改变 那么在流通环节 其实如果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人 您通过一些购买的购物网站 就可以发现 如果你搜索一些宠物狗 或者宠物猫 似乎都可以邮寄到家 那么在流通环节 是不是也存在着 一些管理的一些疏漏 那么最终到我们的消费者手上的 这些可爱的小猫小狗 那么可能 你是不是要去上一个户口 怎么上这个户口 各个地方的政策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 在供给的这一端 同时也需要我们的消费者 要擦亮眼睛 同时我们的城市管理者 也是需要 比如说你必须要上户口 进行相应的检验检疫的这种检查 来倒逼我们的市场 更加的规范 主持人 好的 谢谢 谢谢白玉老师 近日广州地铁上 发生了极不雅观的一幕 有几名年轻女子 集体躺坐在车厢地板上 相当任性 视频显示 地铁在行驶过程中 几名年轻女子 肆无忌惮地 躺坐在地铁车厢中间 众目睽睽之下 仍然没有收敛 而其他乘客 只能挤在一边 7月26日广州地铁回应称 工作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劝止和教育 到底这几名乘客 为什么要躺坐在地铁车厢内呢 这几名女乘客的行为 引来了网友及乘客的一片声讨 你在地铁上 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肯定是要找工作人员帮忙 第二个就是 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可以问其他乘客 让个坐 坐下来可能会好一点 肯定不好啦 在大庭广众跟前 说躺就躺下 是吧 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规定 损害城市轨道交通设施 扰乱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秩序 或危害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构成治安违法的 由公安部门依照有关规定 给予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归咎刑事责任 有乘客表示 希望能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严惩这些不文明行为 热线十二直播继续 来看一起蹊跷的坠楼案 英明男子到黑龙江海林 给女儿送手术费 却不幸坠楼身亡 女儿非但没有将此事告诉妈妈 还急于将爸爸的遗体火化 这其中有何隐情呢 案发当天凌晨三点四十分左右 天色微亮 在黑龙江省海林市的某个街头 突然有一男子从高处坠落 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男子坠楼后 有几名青年人 匆忙将男子抬进了小区 一段时间后 几人又将坠楼男子 抬上了出租车 随后他们出现在了 海林市中医院 几名青年人中 有一名女子姓杨 说自己是死者的女儿 但是对于坠楼男子的伤亡原因 却三肩其口 接诊医生觉得事有蹊跷 便向海林市公安局报了警 到院没见到死者 没见到尸体 然后说已经送到宾馆了 正常的就是警察到现场 就先见到尸体 匆忙地拉到宾馆 而且就是着急 问医生要办火化的手续 所以说这一点也让我们感到怀疑 认为它不是正常发生的罪落 遗体火化需要警方开具死亡证明 而非正常死亡的证明 则必须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之后 才能够出具 为了了解情况 警方对杨某等几人进行了调查询问 一男两女 通过我们一了解一问 这三个人都不是当地 都不是本地人 都是外地人 我们问他们在海林做什么 就是说说法不一 还有说旅游的 有说来找工作的 由此警方判断 坠楼很可能另有隐情 于是民警对死者女儿杨某 进行了重点询问 说是这个自己患癞尾炎手术 要在这手术 他父亲的献从家 带了三千块钱可能是 然后赶到海林 当我们问他女儿 是否有他的其他亲属的时候 有没有通知 这个死者的女儿说 没有通知他的家属 只是希望他父亲赶紧火化 父亲坠楼身亡 女儿不通知其他家人 并着急将遗体火化 这坠楼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于是民警一边通知死者 远在贵州老家的亲属 一边对案发时的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走访中民警了解到 坠楼发生前一天的下午 一些周围住户曾已约听到过呼救声 那具体是几点 几点 几点 两三点钟 那样是大半 应该好 两三点钟 应该是 对对对应该是 他在几楼看的 几楼具体咱也才知道 应该基本就那个位置 就是他三楼左右那个位置 大概已经那个位置 我们到达死者生前所居住的房间后 发现房间内没有床 在两个小卧室里面 由地板 泡沫地板拼成了一个垫子 上面铺着很多被褥 两个房间都是如此 在一个小房间里还堆着很多拉杆箱 经过我们多年的工作经验 初步怀疑这是一个传销组织的寝室 而当杨某的母亲千里迢迢从贵州赶来时 杨某的内心终于绷不住了 你给你爸打电话 你终于得老远病了 其实你终于得病得不得病 没有 杨某是一名大学生 在毕业实习期间 误入了这个传销组织 在被传销组织洗脑后 杨某发展的第一个下降 就是自己的父亲 他骗他父亲说自己得了蓝尾炎 也没有办法回家去治疗 只能在当地治疗 到海里以后进了三零山起市 发现这个是传销五点 但是说他当时屋内人很多 他不可能说直接跟他说 就编了很多理由 让他姑娘跟他一起出去 而杨某面对父亲的警醒 不但没有醒悟 反而产生了戒备之心 甚至还提醒其他的人员注意 但他姑娘始终是阻拦 多次阻拦都让他出去 随后传销组织的成员 立即对杨某的父亲 采取控制措施 杨某的父亲试图对抗 但遭到了勾打 杨某的父亲在反抗逃跑的时候 与传销组织成员发生争执 最终不幸坠楼身亡 他一看他也逃不出这个地方 所以说最后他将钱都撕碎了 包括自己的身份证 银行卡全部都撕碎了 就是说我认可把这个钱 和银行卡都撕碎 我也不能让你用于传销组织里去 目前包括杨某在内的 多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罪 非法拘禁罪 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日前60岁的保姆张阿姨 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 对方声称是北京刑警 还说张阿姨参与了一起 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 要求她交代所有的存款情况 这话你一听就明白了 肯定是骗子 可是张阿姨当时却犯了糊涂 你好 先生啊 我碰到一件急的事情 就是我妈家用了一个阿姨 他们接到一个诈骗电话 然后说他们那个身份证 参与了一个什么团体的 儿童贩卖这个活动 要他把他的丈夫什么什么 不能给任何人讲 要把钱转过去 那么我现在在上班了 要让民警和他说服一下 不然他就要出去了 我们都怕死了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六里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后 迅速出警 你好 你是王母 对对对 我吓死了 下次你刚才接了个什么电话 他叫我死死 谁都不要说的 下不要下 碰到事情要冷静 原来保姆张阿姨一大早 就接到了一个自称是 北京市公安局刑警的男子 打来的电话 对方声称张阿姨涉嫌参与 一起团伙拐卖妇女儿童的大案 要他听从指挥配合调查 对方言之凿凿 张阿姨瞬间人就懵了 要关起门来 要关关好树梢 一个人不能说的 一个人不能说的 这个是我们是中央直接造的 是完全是保灭的 如果泄露这个机灭 你就要负担责任的 你要赔力的 我被他吓得真的 真的冷汗一声 于是慌了神的张阿姨 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接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从房间出来后 就打算立刻出门 把钱汇到对方说的 所谓的安全账户 自证清白 这一反常举动 引起了雇主梅阿婆的注意 可张阿姨依旧不肯相信 梅阿婆只得让女儿 帮她报了警 没想到真警察到场后 张阿姨仍然觉得 电话里的警察也是真的 最后民警说服保姆张阿姨 放弃了转账的念头 下面继续连线白雨 白老师 我们看到这场骗局 其实并不高明 连80多岁的阿婆 都看出来是个骗子 为什么还是会有人陷进去呢 这个我们要从三个视角来观察 第一个视角 就是60多岁的这位保姆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 但凡是公安机关 或者是有关的国家的行政机构 管理部门 那么他如果要是联系一个个人 他要去办案的话 那么首先不会简简单单 通过电话来通知你 来告知你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涉及重案的犯罪嫌疑人的话 那等待你的一定是抓捕 不是电话告诉你 你来一趟 或者给我转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一点上 我们要提高一个个人的 防止诈骗的一个安全的意识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点 但凡说到钱的 一定要清 一定要小心 另外一个 就是关于我们的 个人信息保护的话题 我觉得这是大家 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么之所以骗子 能够找到你 能够精准地定位到你 是因为可能在某些环境 我们的个人信息 已经被泄露出去了 那么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么我想首先是从源头上边 要架大这种打击的力度 对于这种非法的获取 或者是转卖交易 个人信息的行为 要持续地高压态势 来加大打击 那么同时 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的 这种管理和识别部门 比如说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 更好地来落实实名制也好 或者说通过人连比对的方式 在源头上面 来对于这种 有可能成为诈骗人员的 这种犯罪分子 来加以识别 主持人 好的 谢谢 谢谢白玉老师 在这里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电信诈骗的花样 不断地翻新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起案件 希望给电视机前的您提个醒 前不久家住河南几元的张女士 到公安局报警 称自己被网友骗了17万元 起因是她在聊天软件上 认识了一名叫做 墨上花开的网友 张女士说 墨上花开告诉她 可以教她找出 网络赌博平台的漏洞 让程序员更改赔率和数据 这样就可以赚大钱 张女士按照 墨上花开的指导 在赌博平台充值1万元后 果真发现账户里多了几千元钱 随后张女士又往赌博平台里 充值了4万元 但这次却没有像之前那样 顺利地赚到钱了 第二次投注之后 犯罪嫌疑人会指使他们的 后台操作人员将他们提供给 受害人的下注号码进行更改 受害人会发现自己所投入的号码 并没有中奖 这个时候往往我们的受害人 因为已经输了一部分钱 所以他可能会有点不甘心 然后再次地投注 据张女士介绍 为了赚钱挽回损失 自己前前后后 共在该网站内充值了17万元 却始终无法获利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接到报案后 民警通过技术手段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在福建省龙岩市 曾提取过赃款 于是前往龙岩市 一举断掉了这个电信诈骗窝点 在龙岩市某小区内 民警共抓获 正在实施诈骗的 4名犯罪嫌疑人 并在现场查获6台电脑 数十部手机 至此本案涉及的 7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被抓获 经审讯 该诈骗团伙的所有人员 均对自己参与诈骗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无独有偶 近日北京铁路公安局 神华公安处 接群众霍某报案称 自己的银行卡 被人盗刷人民币2万元 警方调查发现 2019年4月以来 王某纠结周某 欧某等5人 在湖南岳阳等地 利用虚假提额短信 通过钓鱼网站诱骗受害人 填写银行卡身份证 等重要信息 实施电信诈骗 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 的基本情况后 专案组成员奔赴湖南 将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 抓捕归案 目前王某等人 因涉嫌诈骗罪 已被石家庄铁路 运输检察院批准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热线12直播继续 日前 山东林仪举行了 重温宜蒙精神 致敬红色文化的主题活动 七位老兵走进宜蒙老区 致敬红色精神 这几天 有几位退伍老兵革命后代 和老党员代表 组成老男孩旅行团 从济南出发 重走宜蒙革命老区 充分地感受到了 宜蒙人民对祖国的共享 母亲送子参军 妻子送郎参军 妹子送哥参军 所以说 宜蒙人民的精神 将激励我一生 为了更好的弘扬宜蒙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宜蒙地区依托丰富的 红色旅游资源 走出了一条 具有宜蒙特色的 红色旅游发展新路子 通过对我们这种红色文化 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 通过对这种红色文化 红色旅游资源的 宣传和推广呢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体验到 我们三农 我们移蒙这个革命的精神 7月25号 为期五天的为祖国放歌 2019年全国移民管理系统 首届文艺会演 在广州拉开帷幕 参加本次会演的演职人员 大多是来自基层一线 参演节目取材于民警的 真实工作生活 由民警自己创作设计编排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 移民管理工作新成效 景营文化新成果和队伍新形象 近日在广西摆设苹果县 一名三轮车驾驶员 在撞倒行人后逃逸 但是很快被警方抓捕归案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辆无号牌三轮车 在苹果县第九小学门前路段时 碰撞了一位正在斑马线上 行走的女士 碰撞后这名女士倒地 驾驶员并没有下车查看 反而直接开车扬长而去 事发时两位好心市民 恰好看到这一幕 不约而同地前去拦截这名驾驶员 要求他返回处理 但三轮车驾驶员不听劝告 强行将车辆从两人身旁开走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前往事故现场 将伤者送医救治 并且查找逃逸的驾驶员 我们经过排查各个路口的监控 终于锁定了那辆三轮车的行动轨迹 和驾驶员的基本特征 7月22号 一名辅警在上班途中 发现了逃逸的驾驶员及嫌疑车辆 他急忙报告值班民警 值班民警立即派人 前往对三轮车进行排查 最终违法嫌疑人被抓捕归案 目前违法嫌疑人杨某某 被苹果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15日罚款1000元 苹果县交警大队 对其驾驶证继12分的处罚 近日一名男子在火车上 拒不配合乘警查验证件 被北京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近日在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 直七零次列车上 乘警在车厢内开展巡视检查时 一名男子将过期的身份证出示给乘警 随后该男子将钱包里 另一张身份证取出 揣到裤兜内 拒不配合乘警的检查工作 咱们把这个口袋面误品出示 如果说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有的东西传进你 如果有问题 我将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该男子始终不配合检查 乘警随即将其带到餐车 在餐车内 该男子依旧拒绝配合乘警工作 随后乘警对该男子采取了强制措施 并移交至保定火车站派出所 目前该男子因涉嫌阻碍执行职务 被北京铁路警方 依法除以行政拘留 七日的处罚 日前 贵州安税一名男子 突然晕倒在了交警队门口 路过的群众 立刻跑到交警队 寻求帮助 交警赶到现场后 发现一名男子横躺在马路中间 身体不停地抽搐 便立即对他采取了急救措施 几分钟后 男子的状态慢慢平稳了下来 他的家人也赶到了现场 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据了解 这名男子当时是癫痫发作 目前情况已经好准 过马路走斑马线 是每个行人应该遵守的交通法规 可是总有人不拿自己的安全当回事 近日 湖北竹山媒体 就对多名乱穿马路的行人 进行了实名曝光 今年以来 湖北竹山公安局交警大队 结合实际通过采取 注重教育警示 营造舆论氛围 注重常态整治 固化管控成效 注重规范执法 严格公正文明等举措 持续常态化开展 过街不走斑马线 乱穿马路 不文明行动专项整治 据统计 目前以组织开展文明劝导 及专项整治行动42场次 劝导纠正行人 过街不走斑马线 违法3800余起 依法查处126人次 全部通过县级新闻媒体 及竹山交警双微平台 予以实名公开曝光 近日山东几宁 一名小男孩 不慎掉入了20米深的井中 情况十分危急 安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